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指出 該行統計117個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成份屋苑 今年首五個月以資上首成交價的買賣登記中 帳面涉樣比例10.2% 較去年下半年增加2.1個百分點 扣入5年或以下的住宅單位轉手帳面涉樣比例達65.2% 較去年下半年急談10.9個百分點 相信因部分業主趁樓市回升 不惜涉樣離場 中原地產選取2022年7月1日至今年5月31日以資上首成交價的117個CCLMAS成份屋苑買賣登記作統計 今年首五個月的平均涉樣幅度為8% 與去年下半年相同 而扣入5年或以下的買賣登記個案 雖然帳面涉樣比例明顯確大 為平均涉樣幅度仍維持 與去年下半年看齊的9% 在十大屋苑中 今年首五個月 荔枝葛美夫新村的轉售 帳面涉樣比例超過兩成 高見23.9% 較去年下半年激增16.1個百分點 平均涉樣幅度為11% 相比去年下半年多4個百分點 則與沖太古城同期的涉樣比例6% 15.5% 較去年下半年增加4個百分點 涉樣幅度則持平為11% 天水維嘉湖山莊涉樣比例11.9% 較去年下半年多7.8個百分點 涉樣幅度相比去年下半年回落3個百分點 至8% 沙田第一成涉樣比例11.9% 較去年下半年跌4.6個百分點 涉樣幅度維持8% 備4個百分點 並ync翌虫